好,大家好,晚上好,我是国外秀山 咱们这个视频的重点给大家讲一下有色分支屋 那么有粉丝留言 因为咱们前面有过对于下面屋叶的这样的分析 那么有朋友问到张园屋叶怎么去看 那么今天咱们就对于整个屋方向 例如像下面屋叶,张园屋叶,洛阳木叶,包括中屋高新 给出这样的一个分析 那么分析的话是以基本面结合技术面进行解读 请供参考 首先给大家讲一下像下面屋叶 它是属于像屋,木,稀土 然后像张园屋叶的话它主要是屋本身 而洛阳木叶的话它是一个综合 不管是木,屋,菇,铜等 中屋高新的话它就属于有色金属里面的 加工 好,那么咱们来结合个股去进行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下面屋叶 那么这里面我们重点去看的是什么呢 基本面其实核心看法主要是这么几点 第一点的话 首先我们要知道它的一个主营业务是什么 这个主营业务呢 要么是集中 要么是属于发散 但是呢集中和发散到底哪一个好 在我看呢集中有集中的考处 发散的话呢 如果说它发散的一些业务本身可以互补作为一个产业链来讲 那么它也是有很大的优势 而对于一些 例如说呢 今天搞旅游 明天去搞地产 然后的话呢 挂着科技的牌子 做着地产的项目 像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个业务的一个搞法的话呢 个人是不看好的 所以说呢 集中有集中的好处 就是呢 总业务集中 然后呢集中 核心的力量干一件事情 发散的话呢 如果说它是发散了这样的一个的 这样的一个业务本身 它是有一个能够达成相应的产业链 相互服务 那么反而呢 更有优势 更显实力 好 那么这里一个是看总业务 再者呢 看它的一个 基本面的当中的业绩 再者的话呢 要看它有没有相应的一些潜在的利空等等 那么像厦美物业这一支购物呢 它的一个基本面 首先呢 从业绩的角度来讲 咱们前面多次讲评 多次讲到过 2021年1月21日 预估业绩呢 是大幅上升 那么呢 2020年1到12月份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6.1个亿 好 与上年同期增长135% 这是它的基本面 好 那么这里面的话呢 咱们前面也点到过 它在2020年的12月28日 有过这样的一个增发 那么发行价呢 是7块1毛7块4毛1 上市实际上是2021年的1月12日 好 那么呢 咱们再继续呢 往下面去看 那么对应这样哪个发行 它的一个企业的数量呢 是在2013年 2014年 2015年 所以说呢 以当下来讲 这样哪个发行对它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它的一个技术走势 那么技术走势里面 对了 还有一个主要业务 这业务里面呢 你也说它是像 屋 木 等于有色金属 已经在稀土 是说呢 像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就说是炒屋 它有可能会轮动到 炒木 它有可能会轮动到 炒稀土 它依然有可能轮动到 这是它的优势 好 那么从技术面的一个角度来讲 其实呢 像厦门物业这一只个股呢 咱们是在这样的一个节点 就给大家进行点评过 当时呢 考察的一个用的一个视角呢 是禅论当中的中枢延伸 同时呢 用咱们144年均线呢 也是多次回踩 144年均线的位置不破 弹起不破弹起 那么当前 对于厦门物业来讲 它已经是强势两连板 强势两连板 那么呢 而且在这个位置 它留下的一个缺口呢 是属于突破性缺口 所以说像厦门物业这一只个股的话呢 不管是从技术的一个走势 结合基本面来讲 它都是一个非常强劲的 一种走法 强劲的走法 那么后面 对应的 应对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如果说手中有 底仓呢 请你不要丢 手中没有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一个视角 最好也是等它 突破之后 把握一个 回踩的一个角度 列数的话呢 如果说用产率的角度来讲 它是一个 向上离开段 非常明确的向上离开段 向上离开段的话 目前没有走完 没有走完的话呢 可以期待 它有个次级别的这样的一个 调整 把握这样的低吸的视角 如果说用传统的一个维度来看的话呢 也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写箱上的平台的突破 写箱上的平台突破的话呢 后面 对应的把缺口这个位置 作为它的一个 减守位 如果说短线的视角 那么呢 不管是震荡当中去低吸也好 还是说呢 回踩去把握这样的低吸 节点 不破这个缺口呢 就是持股的理由 破了这个缺口呢 就是短期来讲 它可能由墙 转弱 而对于从中线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把握回落低吸 而不是说再往上 这样去追 当然了 如果说走得足够强 你也追不上 如果说给你追上了 那么呢 它有可能 因为毕竟是已经是强势两连板之后 那么它也很有可能呢 有可能对于一些喜欢追高的朋友呢 可能会买来阶段性的高点 这个下面 咱们前面有过专门的点评 好 那么咱们再来继续往下面去看 咱们重点在做对比的角度 那么我们来看张员物业 张员物业这一支个股呢 它的一个主营业务来讲 它就属于主营业务 主要是物产业链上的相关产品 就是呢 它的一个主营业务 就是服务于整个物产业链的 不管是氧化物业和物粉 碳化物粉物财等等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它的一个基本面 基本面的话呢 对于这一支个股来讲 它是扭亏的 就是说呢 2020年1到12月份归宿 商市公司股东经历润 是3500万到5250万 与上年同期相比 它是扭亏为盈 扭亏的一个状况 好 那么像这样的个物能们 再接下它本身的位置来讲 我觉得也比较符合 为什么呢 如果说前面业绩一直很好 那么它也不可能是当前这样的价格 所以说呢 长时间处在底位底价 它必有背后的原因 期待它上涨的同时 技术面走强 这是一个折时的因素 就是走强的拐点 是一个折时的因素 但是基本面如果说出现一些相好的因素 它也是达到一个很强的公正 那么像张云物业这个呢 它本身来说 它就是一个偏小盘的 股本呢 9.24亿 结合它当前的价格来讲的话呢 也不过是50个亿以内 它的市值 好 那么对待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可以把它视为这样的一个超低反弹 结合了整个 基本面呢 它是属于一个扭亏的一个做法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超低反弹 或者说的底位 补涨的一个逻辑 补涨的逻辑的话呢 其实它也出现这样的一个强势的两连板 强势两连板之后呢 我们来参照它历史上面的 这样的一个股性和历史的走法 那么这历史呢 也出现过这么一个三连板 三连板之后呢 紧接着就是这样的一个冲高 冲高的话呢 它没有继续封板 然后呢 涨得非常急切 调的时候呢 也泡不含糊 那么像张云物业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个人认为呢 是不建议这样去追的 因为呢 半仅是小盘个股 涨得会比较急 跌的调整的时候呢 可能也会比较急 相比于厦门 物业来讲 同样看它的一个 历史的这样的一个走法来讲 因为它的一个盘子的话呢 就是股本是14.2亿 流通的是14.1亿 接下来当时的价格呢 它是属于 接近300亿 280亿的这样的一个盘子 和刚才50亿的盘子 它的一个还是 量级还是不一样的 那么像厦门物业这样的个股 相比之下 它的一个股性来说呢 更加活一些 就说呢 即便 或者说呢 它更加稳一些 即便呢 从高过度调整的一个走法呢 它也会有这样的 就是从历史的 历史的一个走势来看 更多的话呢 也会给人反映的一个时间 好 所以说呢 相比之下 个人认为呢 像厦门物业 不管是它的一个多方向 不管是乌 还是木 还是稀土 就是说它轮动的这种概率会更高 其实它基督面更好 在此的话呢 它当前的一个基督徒行是属于明显的突破 而张元物业的话呢 它对应的话呢 是属于底位补障的一个逻辑 底位补障的一个逻辑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一旦不建议去追 如果说呢 有这样的一个调整过之后不破新低 或说呢 调整不连144年级不破 那么用短线的视角 可以把握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低线高抛的机会点 这是张元物业 那么我们再来看呢 例如说像洛阳物业 这个洛阳物业呢 其实它核心 更多的呢 在木这个方向 但是呢 它也有 这样的一个 业务分属 例如说呢 像洛阳物业 这一制够呢 咱们前面给它 也专门去讲道过 那么这个主要业务当中 我们看经营分析 经营分析呢 它的主要从事业 木 木 木 即黄金等 锡贵金属的 财悬 业链 生亚工贸易 科研 拥有 木材矿 选矿 等等 所以说呢 它的一个核心在 木上面 但是呢 看它的一个主要收入里面 铜 钩 泥林 木屋 铜金 它是一个呢 属于 产业链方向 比较 完备的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它的一个 业绩方面 业绩方面的话呢 咱们前面也给大家 因为年报还没出来 但是呢 我们从它的一个 从369 它已经出来的这样的一个 气度方面的这样的一个 业绩数据 能够大致推演出来 它的一个整体来讲 在2020年的年报 应该是相当可观的 相当可观的因素 在于什么地方呢 2020年369和2019年369 它每一个节点和上年 同期呢 都是有明显的这样的增长 明显的增长的话呢 那么对于它的年报来讲 还是呢 有一定的预期 就是呢 是向好 好 这是洛阳木屋 然后呢 再结合它本身的 技术图形 因为咱们前面呢 也给它做过这样的一个 专门的一个视频的一个讲解 讲解的话呢 当时给它讲到公诉公告里面 这里面呢 它是有一个 好 这里面的话呢 它是有一个 回购 那么呢 回购的话呢 这里面 好 这个回购的话呢 它的成就价是在 3块9毛6到4块钱的位置 进行回购的 那么这是2月 这是2021年的2月1号 当时呢 公告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好 那么在 3块9毛6到什么呢 到4块钱 这样的一个 回购的一个状况 那么呢 从高到7块4毛3之后 它有了这样的一个 就是脱离的这样的一个 回购的价格 那么略有调整 当时还给它开玩笑说 在这一天 在这一天 还给它讲到 它的一个 推演方式的话呢 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 5分钟的 盘整下 盘整下过之后呢 它完全有 完全可以把它视为一个 就是5分钟的盘整下 次级别 相比于它前面 这样的中速相当里开的话 可以把它视为一个 三买的一个机会点 同时的话呢 它是走强 那么呢 考察能不能突破 7块4毛3的新高 那么把它作为一个 三买的对待 如果说呢 走得不强 那么呢 反弹过之后 可以呢 作为中速延伸 好 事实上呢 咱们是在这一天 大英镑的时候 在这一天 再一次呢 重点进行分享 重点这种讲解 讲解过之后呢 当前已经三连扬 三连扬过之后的话呢 当前的一个推演方式 强 词余行高 词余冲高 弱的话呢 松出延伸 但是当下这个位置的话呢 它是属于一个 在一个 变盘的一个节点上面 这个变盘怎么变的呢 例如说 它当前的话呢 其实是 依然是属于什么呢 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把它作为 盘整下之后 盘整下之后的话呢 它是属于 走强 可以向上离开段 就是走强 可以走向上的一个反向 把它作为一个 三十分钟的三迈来进行对待 耳后的话呢 看它能不能 考察的是前高的位置 这是一种推演方式 那么如果说 但是这个推演方式的话呢 它毕竟还没有突破 而且的话呢 当前 它是属于在这样的一个 斜向下的这样的 相体的上沿 相体的上沿的话呢 那么像路亚木页 这样的个股 后面呢 如果说再往上 它必须得是中阳或大阳才有效 否则的话呢 它很容易出现这样的回落 回落过之后 只要不破前面低点 它呢 很容易走现 出现这样的一个反向的 这样的一个走法 好 这是它的一个推演方式 最坏的话呢 如果说 它再给你调的更深一点 那么呢 中枢延伸 再往下走 离开段 那么呢 它反而是 三买的 右移 来进行处理 作为新的三买来进行处理 好 这是路亚木页 那么我们再来看嘛 再来看例如像 中乌高新 那么这样中乌高新 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它名字里面 中乌高新 它的一个主要业务呢 是属于 好 是属于有色金属 细有金属的生产与销售 吃重于什么的 更吃重于销售和生产这一块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 它的基本面里面呢 这里面是业绩大发生 2020年的一月 2020一到十二月份归属 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为两个亿到二点三个亿 与上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六十二到百分之八十六 好 那么这里面呢 它也在2020年的六月份 也通过非公开发行 发行的话呢 是一点七亿股 发行价格呢 是五块一 那么我们来看 这个发行过 这是它的 它发行的一个对象 是国家居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责任公司 好 那么我们再往下面去看呢 这是它的基本面 那么我们再来看它的一个技术本身 技术本身的话呢 像中欧高新这一只个物呢 其实它从四块八毛八以来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长周期的底部平台来进行处理 当前的话呢 它属于的 业绩是有支撑的 技术图形上面来讲呢 还构建这样的底部平台当中 既没有突破 但是呢 我觉得中欧高新 这只个物的话呢 它的盘的也比较小 是七八十亿的这样的一个 它的一个股本呢 是十亿 流通呢 是九点十八亿 当前的价格是七块钱 也许说呢 也不过是 七十多个亿这样的一个市值 那么像中欧高新这一只个物 基本面是向好的 然后的话呢 从它那个技术图形上面来讲 可以把它作为 从四块八毛八以来 把它作为一个大的 这样的一个底部平台来看 大的底部平台来看的话呢 它是有机会 或者有可能走出什么呢 走出这样的一个 大级别的向上离开段 这是可以自主义这样的一个推演 那么呢 当前它也处在这样的一个 临界点上 列出呢 用咱们三线操盘的一个思维来去看 刚刚站在 一百四十年均上方 MICD零周下方的警察状态 量能方量 价格呢 也是刚刚沾上 MCA ST主力磁门线的上方 但是呢 它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突破 正是因为没有突破 那么像这样的 像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我个人认为呢 还是值得 进行重点去跟踪 跟踪的一个是叫呢 列出 在 当前这个位置 列出呢 不管是震一震也好 它只要说呢 保持量能的 有量能的保持 然后呢 等待像MICD 慢慢的 能够上了零周 然后呢 它在 价格呢 在足力成本 六块九毛市的上方 能够稳住 后面的话呢 它很有可能会 走向上加速的 但是 这样 只是分析 具体的走势呢 以市场为准 那么呢 如果说 有尝试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呢 那么一定要提前示好 只损位 比较理想的一种状态呢 是一 是什么呢 比较理想的状态 列出呢 在这个位置 震一震 或者呢 冲高之后回落 震一下量能量能不缩 然后的话呢 五十三 一百四 五十三 一百四四 即将形成这样的净他状态 量能的话呢 能够得到这样的保持 然后呢 MICD上了零周 要么呢 是在突破的节点 把握 要么呢 是属于在这种增长过程当中 哎 冲高之后 把握他的一个低息的视角 低息的话呢 不破一百四十年均线 这是中高新 那么中和来冲考量的话呢 同样是 好 有是分之乌 那么呢 不管是厦门乌业 张元乌业 洛阳木业和中高新 那么呢 厦门乌业和张元乌业 这两只相比较来讲 很明显 厦门乌业呢 更有优势一些 一个是属于突破 突破有缺口 而且呢 它有乌木和稀土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张元乌业的话呢 它是属于 基本面呢 它是属于纽亏 纽亏的话呢 从技术走势上面来讲的话呢 它是属于补涨 而且已经出现两年版了 两年版上张元乌业的话呢 看它后面的一个盘子 相对比较小 比较小的话呢 涨容易击涨 跌呢 调也容易击调 好 然后呢 像洛阳木业的话呢 它属于 不管是木 木 桶 等等 而且然后回购的 咱们前面有做 赚了一个分析 分析的话呢 其实在 在接前的 盗索 第二个交易日呢 还有粉丝问道 我说呢 因为这个粉丝 这个粉丝朋友呢 是属于自己有赌的心理 纵长 在我分析 在咱们前面点评过之后呢 第二天去 赌了进去 赌了进去过之后呢 好在给了三年盐 但是呢 给他讲 在节前 不管怎么样 如果是以赌的这种心态 在 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一定要减出来一半 减出来一半的好处是什么呢 如果这一阵 你再走强你可以呢 再把握 哪怕是减错了也不要紧 如果说回落 给你回落的一个机会了 你再去低息 好 这是洛阳牧业 那么呢 像中路高新的话呢 他当前是属于大的 这样的一个底部平台 那么呢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日线的向上离开段的 这样的预期 但是呢 还没有 离开段还 目前位置呢 还只是有这样的一个推演方式 还没有突破 同时的话 不管是MACD 还是说像 MACD还没有上零周 所以说呢 像这个呢 业绩呢 是属于向好的 可以呢 作为一个跟踪的试点 就是跟踪的一个方向去看 好 那么我们再给他呢 强调一点 就是在咱们前面呢 重仓 甚至满仓 干进去 干进去之后呢 涨了 你可能赚点小钱 一旦跌的话呢 自己依然停留在堵的心理上面 没有任何的应对 没有止损的纪律 没有这样的一个风控意识 一亏的话呢 可能就会比较比较深 比较惨 是需要在主流方向上是 在龙头个股或领军企业上是 那么呢 这一块呢 也是咱们用这样的一个视角 其实更多的是用比较的一个视角来进行观察 什么个股是属于趋势突破性的 什么从他的一个基本面和主流业务来讲 什么类型的个股是更容易被轮动的 什么个股是属于补涨的 什么个股是还没有突破的 最起码我们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好 这是咱们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的内容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同时呢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